阿玛王子李志凯穿着招牌白色牛仔外套 带着交往六年的学姐女友 甜蜜出席学术研讨会 两人不时摇耳朵 你又没有带婚戒来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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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当然就是我们婚礼上期待这样 余代保留要把惊喜留到婚礼那一刻 这也是李志凯宣布结婚之后首度露面 而交往六年的学姐女友 平常都以侧脸现身 如今也大方露面 手上的戒指相当瞩目 虽然结婚细节不提 提到什么时候把女友娶回家 神情倒是很肯定 有时候会结婚吗 下个月下个月 对对对谢谢谢谢 会再跟大家做公布这样 那当然作为选手的本分 还是以训练为主 当然只是身份的一个不移 一个转变 但生活还是照常训练 预计12月就会赢取 两人正式升格成为新手夫妻 李志凯女友也在活动期间 不时拿出手机录影 捕捉李志凯的一举一斗 27号一共有五位奥运选手 到高雄长庚医院 参加运动医学研讨会 包含受箭选手谭雅婷 全集陈念琴 林玉婷 还有空手道选手王毅达 现场也表演一段 奥运赛场上的精彩环节 很开心就是小孩在的时候 但是就是 爸爸有机会可以参加奥运 就是像是 就是小孩可以见证这一刻这样 空手道选手王毅达 带着快满周岁的小女儿出席 和太太一家三口 幸福在镜头前合照 运动员常在训练过程中受伤 不只有医院专业团队照顾 更有心上人的支持 TVBS新闻吴宗勋宋家军高雄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